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虫看剧 今天我们讲解一部超好看的新剧 《黎泰院 Class》 本剧改编自然同名漫画 主要讲述主角未报复仇 在首尔著名商圈黎泰院开小酒馆 企图打垮仇人企业 长家餐饮集团的故事 闲话少叙,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故事发生在15年前,长盛高中内 因为撬掉晚自习的事录,被老师罚贵 老师拿几人做反面教材 教训学生,二位说完 世罗把水桶里的水倒在头顶 询问白主任需不需要再来一次 白主任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高中三年,世罗没有任何朋友 自己却丝毫不在意 哪怕这样不合群 也有女生一直暗恋他 在他转校时表白 可我们低情上的世罗 以不喜欢吃甜食为由 拒绝了女生的表白巧克力 第二天,世罗去参加警大考试 看到秀娥甩开乞丐的手 连忙接住倒地的乞丐 膝盖狠狠地砸到地上 世罗一把拉住秀娥 让他去道歉 秀娥觉得他多管闲事 转身离去 因为乞丐受伤 警大体能测试上 世罗咬牙坚持 勉强通过考试 另一边 墙长屋前来找世罗霸 告诉他 长家集团宣布 不再资助由他负责的保育院 转而选择 更吸引眼球的疗养院 世罗霸质问 到底是谁背着他做的决定 听到是会长 沉默下来 无奈地摸着手上的表 之后 爸爸接世路去保育院 一路上告诉他 你要跟同学搞好关系 不要死脑筋 会长儿子也在班上 巴拉巴拉 来到保育院 惊讶地发现 秀娥也在 而且跟老爹很熟的样子 毕竟低情伤嘛 美女老爸打招呼的要求 体统就走 晾衣服时 秀娥主动前来搭讪 表示大家都是同一所高中的 抬头不见 低头见 况且世路爹和他 还有五年的交情 给个面子 交个朋友呗 世路却表示 我教你个大头鬼 不好意思 这衣服好试 秀娥扔掉衣服 转身离去 离开时 老爹向秀娥道歉 自己儿子不懂社交 秀娥深表赞同 第二天 世路去往新学校的路上 冤家路寨看到秀娥也在等车 这时 一辆豪车停在秀娥旁边 会长儿子黄毛 邀请秀娥上车 被无情拒绝 看到秀娥上了公交车 世路选择等下一趟 不光赶公交凑桥 世路分桌 也被安排到和秀娥一桌 屁股还没作热 看到黄毛欺负同学 世路站起身来 却被秀娥阻止 提醒他 黄毛是会长的儿子 多管闲事 他爹也会受到牵连 当然 这种理由说不动 为人正直的世路 过去阻止黄毛 这举动惊待了全班学生 黄毛不为所动 继续欺负同学 哪怕刚到教室的老师 也装作没有看到 让大家好好上课 看到黄毛 嚣张的样子 世路一拳 垂了上去 郑麦力为长根集团 做宣传的老爹 被秀秘书 喊了出去 校长是 跪在地上的适落 被老师狠命地揍 而校长安慰着一旁的黄毛 这时候 会长和老爹进来 老爹向会长道歉 保证会约束好孩子 会长让世路做出选择 跪下向黄毛赔罪 不然被勒令退学 世路表示 老爹教自己 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 但也教会自己 人生在世 要坚持信念 同班同学受到欺负 老师默许 自己当然要挺身而出 因为打了黄毛 自己错了 应当受罚 但无法向黄毛道歉 因为自己一点都不感觉抱歉 会长走过来 询问世路爸怎么看 世路爸回应道 不晓得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儿子 简直帅的不要不要的 儿子按自己信念行动 也愿意负责 父亲表示 会全力支持儿子的决定 最后向会长主动请辞 晚上负责二人来到小饭馆 父亲让世路倒酒 交给他喝酒的礼仪 问姐第一次喝酒的世路 是什么味道 世路回答很甜 父亲表示 以为今天让他印象深刻 喝着喝着世路哭着向爸爸道歉 因为自己的缘故 连累了父亲 爸爸安慰他 随着时间所有事情都会过去 重点不是失去工作或退学 重要的是 人生在世要坚持信念 自己没有做到 但儿子做到了 爸爸感到非常骄傲 世路在践行着自己的信念 第二天黄毛开着跑车来上学 向秀娥炫耀自己新买的限量款跑车 而且车牌号还欺诈哦 秀娥没给他好脸色 转身走人 世路爸来找放学在便利店里兼职的秀娥 鼓励他好好准备大学考试 秀娥埋怨他多管闲事 失业了还偷偷帮自己缴纳注册费 还有儿子世路的所作所为 表示父子俩都是一类人 多管闲事 自己永远不会像他们那样 第二天 秀娥乘坐公交去参加大学招生考试 却发现没带准考证 连忙往回赶陆域跑步了世路 询问后得知他要在20分钟内赶到大学 世路让他一定要跟着自己的节奏跑才能赶上 在世路带领下秀娥最终赶到大学参加面试 结束后秀娥发现世路一直在等自己 问他当初要跟自己当朋友的事还算数吗 秀娥点头表示当然算数了 小河边秀娥问起世路为何又要跟自己做朋友 世路表示自己理解他为何没有人情味 秀娥好奇地转过脸 低情商世路却回应因为他性格扭曲 这波操作可以啊 最后要走秀娥电话 夸赞他很帅气 也很漂亮 转身抛走 失业的父亲准备开一家小饭店 父亲告诉世路 其实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小店 父亲辞职而得退学 这没什么 生活还是要继续 痛苦总归会被时间所重担 晚上世路爸骑着摩托车进货回家 看着一家人的合照 憧憬着自己的小店 这时候一辆车从后面撞倒摩托 世路爸滚下山坡 等待父亲的世路最终没有等到父亲回家 葬礼上世路双目无神地望着父亲的遗像 回想起退学那天 爸爸安慰自己 第一天就退学 正好帮他省下校服钱 秀娥过来劝几天没吃饭的世路吃点东西 这时候无刑警前来调查案件 告诉世路嫌疑人已经自首 要求双方私下和解 听到对方想用钱来衡量父亲性命 赶走了对方 秀娥捡起地上的照片 发现肇事车辆是当时黄毛向他炫耀的限量款跑车 而且还是欺诈车牌 黄毛大意试惊中 留下证据 听到这些 世路向外跑去 秀娥前去读指 看到世路仇恨的眼神 指住步伐 世路找到正在暴雨中悠闲抽烟的黄毛 直奔过去 解开领带 套住黄毛脖子 一拳打在他脸上 拉住黄毛头发质问 为何杀了自己父亲 黄毛一直道歉 但愤怒的世路 还是一拳一拳 砸在他脸上 捡起路边的板砖 顿着昏迷不醒的黄毛 砸了下去 另一边 秀娥带着无刑警赶往医院 在世路砸向黄毛之时 赶来的无刑警朝天鸣枪 阻止世路 世路转过身 嘶吼着 黄毛杀了我爹 秀娥和刑警劝他冷静下来 放下手中的板砖 万念俱灰的世路 唯一的想法就是杀死黄毛 无刑警子弹上膛 准备开枪 秀娥冲过去 挡在枪口前 转身继续劝世路 他爹绝不希望儿子 为了报仇 赔上全部人生 听到秀娥的话 世路想到第一次喝酒时 爸爸为他能坚定信念 而自豪的模样 于是放下手中的石头 跪在地上 失声痛哭 黄毛被送到医院 世路则被警车带走 就这样 世路坝的葬礼 在这个雨夜结束 第二天 病床上的黄毛 想起事发当晚 自己望着山坡下的世路坝 拿出手机 打算叫救护车 却发现手机已被撞坏 只能无奈地垂打引擎杆 北部拘留所 会长来找世路 开门见山地说 介于他在学校 桀骜不驯的表现 忍不住想要帮其改正 让他反省 向自己儿子下规道歉 方可免他牢狱之灾 失路一听 怒发冲冠 用头撞向防护窗 握紧了拳头 会长嘲笑他 所谓的信念 野心 无非是 一无所有的人 想守住 自尊心罢了 没有利益 只能叫固执 血气方刚 虽然嘴上嘲笑着失落 但会长 却和秘书坦白 自己 有些莫名在意他 接着 问起秘书 秀娥的情况 秘书表示 不必担心 自己已让园丁 替黄毛顶罪 但会长 还是执疑 要见见秀娥 得知秀娥是 保育院的孩子 会长决定 资助他学费和生活费 秀娥询问 帮助会长的代价 猜测对方 是让自己说出 不利于失落的证词 会长表示 自己只是想做善事 让他实话实说就好 秀娥离开时 会长再次叫住他 反问秀娥 如果让他付出代价 他会如何选择 秀娥愣着 会长表示 只是在开玩笑 和和 黄毛请求父亲 和世路和解 都是因为自己 才会发生这场悲剧 会长表示 已有人替他顶罪 自己不会选择 有钱科的人 作为继承人 并且外面还有私生子 并非一定选他继承家业 为了继承家产的黄毛 只能妥协 接着会长带他来到养殖场 教育黄毛 把能用钱摆布的下属 都当成听话的狗 并亲自抓住一只鸡 让黄毛扭断他的脖子 料理鸡肉 看着不断挣扎的鸡 黄毛不敢下手 会长已继承长家 威胁他 黄毛接过了鸡 让他把鸡 当作弑鹿 他只是畜生 自己无法忍受儿子 被畜生 走了两次 还觉得内疚 黄毛下定决心 扭断了鸡脖子 最终黄毛 仅存的一丝良知 也随着杀鸡 消失殆尽 弑鹿参加庭审 在观众席 作者的无刑警 陷入回忆 拿着监控资料的他 向上级报告 嫌疑人当时 正在打扫庭院 根本不是他做的 上级让他 丢掉所谓的正义感 多想想 需要他养活的家人们 评审结果出来 弑鹿被判三年 有期徒刑 一进监狱 黑老大 派手下教训弑鹿 让他下跪 听到这前 弑鹿回忆起 会长让他下跪的画面 癫狂的大笑 下跪真的会让事情 变得轻松一点吗 想到自己坚守的信念 弑鹿下定决心 秀娥前来探监 看到诗鹿脸上的伤痕 问起缘由 诗鹿故意转移话题 问秀娥近况 秀娥表示 自己考上大学 并向他坦诚了 长家会资助自己 因为那天 自己报警 阻止了他杀黄毛 诗鹿选择原谅他 不是秀娥的话 自己可能早已成为杀人犯了 秀娥问起 诗鹿将来的打算 诗鹿回答 自己在监狱图书馆 看到会长自传 也打算开个小酒馆 听到秀娥说起 他想复仇 诗鹿若有所思 探监时间到 秀娥叫住诗鹿 好奇他为何会追自己 诗鹿表白 秀娥说自己不喜欢穷人 诗鹿则回应到 从现在开始 自己的梦想 就是变成有钱人 离开后的诗鹿 脑海中不断闪现 秀娥说复仇的画面 一直消沉的他 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三年后 诗鹿出狱 一同出狱的黑老大 看到诗鹿没人接 打算带他一程 诗鹿谢绝了大哥的好意 车上看到黑老大心疼诗鹿 手下问起他的身份 黑老大回应 一个胆大包天的男人 诗鹿来到一家小酒馆 要了两个杯子 蒸满酒后喝下 抬头看到都在对面的父亲 问起自己酒的味道 诗鹿沉默许久 说味道很苦 接着看向桌面上的会长自传 回想起会长说过的话 所谓的固执信念 一文不值 第二天 诗鹿在车站看到黄毛 怒骂殴打工作人员的新闻 此次事件导致长家股票 大跌 损失惨重 接着坐上去首尔的大巴 寻找在离胎院的秀鹅 离胎院中正在举行 万圣节活动 诗鹿在奇装异服的人群里转悠 这时候 一位戴着恐怖 突脸面具的人 向他冲来 揭开面具 发现是秀鹅 秀鹅带他来到酒吧叙旧 好友十千 接待了他们 秀鹅问起 诗鹿出狱后 有什么打算 诗鹿回答还在寻思 没等秀鹅再提问 转移话题 问他过得怎样 秀鹅表示 明年大学毕业 会去长家工作 诗鹅尴尬的点头应和 并说自己想在离胎院开店 但是离胎院每月租金要两亿 秀鹅不建议他来此创业 问起开业时间 一本正经的诗鹅回答 七年后 秀鹅一口老酒 喷到他脸上 为了多存钱 诗鹅准备出海 毕竟有钱客的人 选择范围有限 提起诗鹅吧 死后的巨额保险金 以及出售店铺的钱 这是父亲用命换来的钱 得用在刀刃上才行 诗鹅和秀鹅 与大家一起过万圣节 看着身边的秀鹅 开心地微笑 自从父亲去世后 诗鹅第一次 从刻骨铭心的思念 和复仇的情绪漩涡中 解脱出来 与自己初恋在一起 度过了踏上遥远路途前 最完美的一天 诗鹅背着喝醉酒的秀鹅回家 路上秀鹅不断道歉 自己去长家工作 诗鹅认为 他也在努力过自己的生活 不应该被埋怨 到家门口 秀鹅扭捏地问他 要不要在这里过夜 害羞的世鹅拒绝 认为自己还没有成为有钱人 秀鹅转身离去 看到离开的世鹅 让他多多保重身体 次日 世鹅登上远洋货轮 奔向远方 七年后 长家市长秀鹅介绍 长家最新的邪恶酒吧概念 即使其他人完蛋 也不在乎 我希望自己是最有出息的 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别强迫我当好人 黄毛讥讽 客人不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 秀鹅回应 因为人类一出生 就是邪恶的 长物拉走秀鹅 私下询问 他是否决定好 站队哪一边 秀鹅打个哈哈 表示自己还需要继续跟他学习 避开正面回答 之后 秀鹅开车前往离开院 路过一家正在装修的店 被人叫住 扭头看到梯子上的世鹿 望着眼前的世鹿 想起七年前 世鹿打算开店的话语 在平均两亿韩元的离开院 开启一家名叫田叶的小酒馆 22岁的世鹿所说的话 听起来像无稽之谈 但对他而言 却是理所当然 世鹿用了七年时间 在离开院 开了一家名叫田叶的小酒馆 除了店长世鹿 还有服务生刀疤 以及厨师贤力 开业前 大家做起广播体操来热身 准备迎接客人的到来 龙角高中 三名女生正在欺负同学 带头女生 听长女 跑去顺走了依瑞桌上的笔 依瑞抬头拿出手机 录下三人欺负同学的视频 发布到网上 一经上传 视频爆火 舆论一边倒的批评厅长女 女主赵依瑞 SNS 拥有76万关注的人气博主 从纽约转校而来 体育功课 样样精通 还多才多艺 智商高达160 当然 还有反社会人格 晚上浦光考试院 厅长太太气势汹汹来找依瑞 问明她是上传者后 抬手就是一巴掌 依瑞扭头询问一旁的长根绣 是否拍下作案过程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回对太太 自己女儿欺负同学 还这么嚣张 果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听这句话 太太愈加愤怒 戳前依瑞胸口 却反背拍开 告诉太太 等她女儿上大学 工作 结婚 自己会把视频 一一一传给 她的老师 上司 和未来婆婆 气得太太 抬手准备删她 却被路人 世路揽下 依瑞一看 好机会呀 一巴掌扇翻太太 转身离去 对一旁 世路说道 多管闲事 世路跑去拦桌 正要上出租车的依瑞 赤则她 不该随便打人 依瑞说道 你懂什么 她害死了我爹 听到这些 世路松开了 抓住依瑞的手 成功坐上车的依瑞 摇下车窗 对着世路说 偏你的哦 气不气 气不气 像身边的刀疤和贤力 吐槽竟然有这种人 长家 会议上 黄毛宣称 自己打算把离太院分店 打造成烈焰小馆 巴拉巴拉一顿说 会长问起 常物和秀娥意见 俩人都不看好 接着问黄毛 分店经营情况 奈何她一问三不值 父亲边告诉黄毛 具体数据 边夺步过去 撕掉黄毛的策划 当着众人的面 狠出了黄毛一巴掌 骂她蠢得跟驴一样 最终把离太院分店交给秀娥 普光考试院 根秀刷着依瑞SNS 看到她的定位 立马赶去 另一边坐地铁的试路 往向墙上 长假集团的广告 再次回忆起 会长在监狱说的话 按下决心 回到田野的试路 收到网络的包裹 打开后 准备搭干一场 根秀找到依瑞 在桥上的依瑞感慨 活着真累 不如去兜风吧 俩人骑上个心 爱的小摩托 奔向离太院 呼呼油油就到站 这时候 道路旁冲出来一名小朋友 根秀狂按刹车 成功停下 但因为惯性 依瑞从后座上飞射而出 半空中怒喷根秀 一旁发传单的公仔人冲过去 顺利截下从天而降的依瑞 原来是适路 适路也认出了耍他的依瑞 根秀上前询问依瑞伤势 被一头锤砸翻在地 身后的适路指着依瑞 气得没喘过气 翻白眼倒地 长家会长问杰秀娥为何不告诉他 适路开店的事 秀娥则认为 适路的小店 根本不值得被会长放在眼里 会长接着点秀娥 如果发生十年前相同的情况 他会怎么办 随后再次虚伪地说 我就随便问问 不要在意 秀娥沉默片刻 回应道 自己是长家人 在医院 适路醒来 睁眼看到依瑞 起身连忙寻找公仔庄 奈何因为破损 根秀早把他扔了 适路好心疼 扭头看到包里的宣传单 穿上鞋子 又要继续去发 依瑞嘲讽他 宣传方式太老土了 就跟赶忙解释 他有受调障碍 适路谢过他们 临走时给他们一份宣传单 秀娥盼着手中宣传单 想到适路向自己虚心求教 如何宣传的画面 把手中传单撕碎 来了个天女散花 依瑞小时候 比赛时为了胜利 一把推到前方同学 取得冠决 周围学生 对他指指点点 妈妈过来安慰他 并夸赞他获得第一 没成想 依瑞不懈地说 你就是想用我 来弥补自己 不上不下的生活 晚上 三人来到长家小馆 根秀想去别家 依瑞静止走进店里 根秀无奈 只能跟上 店里的秀娥看到三人 过来检查他们身份证 问且依瑞名字 根秀急忙打枪 奈何依瑞用了假身份证 秀娥让他们毕业后 再来喝酒 赶走几人 看到田野 依瑞提业 再去碰碰运气 世路看到几人 让刀疤招待 四节出去招揽生意 刀疤检查几人身份证 看到依瑞假透家的身份证 想到自从开业以来 一桌人没有 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没有揭穿他们 出门招揽生意的世路 遇到秀娥 两人闲聊 世路说起田野生意不好 秀娥表示 可以帮忙看家报表 世路自信地拒绝 侃侃而谈各种财务分析 一切尽在掌握中 秀娥惊讶 她从哪学到了这些 原来这七年间 世路一直在研究这些 甚至连会长自传都背过了 一路来到田野 秀娥发现 根秀三人在店里吃饭 准备离开 世路约她明天一起喝啤酒 离开的秀娥 想起会长让她做选择的话语 拿出手机 拨通举报电话 店内根秀朋友 对刀疤一尺气势 世路为她打包不平 离开时被朋友叫住 嘲讽起服务员 刀疤想过去 给她点颜色看看 被世路一把推回 告诉朋友 自己店员有权赶走 像她这种顾客 朋友一把抓住世路衣服 世路则带着她 走到监控下方 朋友一拳过去 就被刀疤挡住 告诉她 打我可以 但不能打我大哥 说着一拳把朋友掀翻在地 一个锅肩摔 帅气撂倒阻拦的世路 端起桌上的热塘 交到昏过去的朋友腿上 朋友怂的赶忙道歉 刀疤拿起旁边的酒瓶 还没砸下 闲力过来阻止 让世路开除刀疤 她的暴力性格是改不了的 一听要被解雇 刀疤立马请求世路原谅 一直看戏的依瑞表示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与此同时 警察赶来 几人都以为是因为店内冲突 引来了警察 警察却说 有人举报店里有未成年人 听到这个 世路望向后面的依瑞 黄毛接到秘书电话 会长让他去警局接弟弟 警局内得知店铺 要被停业三个月 倒把不干了 起身和警察吵架 世路拦住他 质问他是否知道 依瑞是未成年人 本来就是我们的错 说完给警察道歉 根绣为他们打抱不平 明明是自己的错 世路摸摸他的头 因为没办法负责 才被称为未成年人 黄毛赶到警局 看到世路笑得前仰后合 不断挑衅世路 还让警察放他一马 警察很听话地表示 完全没问题 世路一把盖住电脑盖 说自己梦想是警察 因为有前科而放弃 警察就是要守护法律 公正才是自己 所梦想与尊重的警察 大吼黄毛算哪根大洋葱 凭什么一句话 就能滥用公众权力 说完离开 依瑞赶紧追出去 问他脑子有病吧 明明可以避免停业 嘲讽他廉价的自尊 做生意的人要懂得低头 世路告诉他 什么都不懂就不要评判 依瑞说虽然我不懂 但只要忍耐这一次就好 世路却反驳 忍耐这一次 最后一次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去忍耐 虽然当下好过 但那些忍让会让人改变 停业再开店就行 那不算什么 黄毛出来继续嘲讽 因为自己的原因 世路被退学 坐牢 父亲去世 是个被毁掉人生的可怜虫啊 用头使劲蹭世路胸口 来打我 来打我呀 世路握紧了拳头 黄毛表示 他终于学乎了忍耐 世路抓住他的手 九年来 自己忍得很好 并会继续忍 接下来的六年 等他追溯期 自己计划长达十五年 让他等着瞧 转身离圈 依瑞望着世路的背影 若有所思 次日被罚跑步的依瑞二人 聊起世路 根秀纳闷 为何 世路始终没有生气 依瑞认为 他只是活在自己世界的老古板 写回过书时 回想根秀的话 在纸上默默画起世路 田野内 刀疤不停撞击桌子 万分后悔 自己莽撞的行为 时间回到八年前 刚入狱的刀疤 拜见黑老大 黑老大让一旁看书的世路 照顾他 监狱放风时 刀疤问起 世路是何人 胆敢对黑老大如此无礼 老大笑笑 让他别惹世路 他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是个疯子 刀疤走向看书的世路 嘲讽他 读书没用 都是有钱客的人 没人愿意聘用 世路表示 不去做 怎么知道不行 一听世路说教 刀疤一把将世路提起来 自以为是什么呀 你也是人生完蛋的钱客饭 说着 一拳打倒世路 还不借气的 边骂边踢 即使出狱 也只能做苦工 跑远洋渔船 世路站起 擦掉嘴角血迹 大吼 我的人生才刚要开始 哪怕做苦工 我也无所畏惧 时间流逝 刀疤出狱 世路果然做着苦工 而刀疤仍然在网咖 虚度光阴 日复一日 七年过去 世路已经在梨太院开店 黑老大带着一群小弟 前来捧场 刀疤看到世路 当场愣住 每个人所度过的时间 是公平的 相比于刀疤 世路的时间更加深刻 之后 刀疤经常去田野喝酒 表示自己是世路的小迷地 羡慕他可以做 自己想做的事 世路和贤力望着 不断抽打着自己的刀疤 带他来到KTV 卖吧 世路看起来完全 完全不受停业的影响 蹦蹦跳跳 闲力递给刀疤药膏 让他下次注意点啦 喝酒时 刀疤不断道歉 世路让他住嘴 不然开除他 接着提议 下一场接着去练歌房吧 被二人嫌弃 长家 手下人劝常物 着手准备 过几年接会长职位 毕竟会长年迈 黄毛又不争气 不断表忠心 奈何常物一口挥拒二人 让他们不要再提此事 晚上 离开院庆祝新年活动 依瑞和众人一起倒计时 之后 终于用自己身份证 进入饭店 二十岁的依瑞 考上大学 却感觉不到兴奋 与同学喝酒 也是因为想从他人身上 获得好处 这时候 根秀朋友 签纵男 过来邀请几人一起吃 另一边 在饭店兼职的根秀 偶然间听到老板对话 想要找借口 逼他辞职 根秀无奈离开 回到普光考试院 根秀发信息 约依瑞出来玩 等待半天 没有回应 一旁 车里的秘书 向会长说明情况 根秀一直住在 只有五平方米 三十万租金的考试院 被邀吃饭的依瑞 看着对面三个人 莫名烦躁 一个缺乏关爱的傻子 一名发情的小混混 还有智障男 想起逝路就他的画面 自从见到逝路后 依瑞就对任何事 提不起兴趣 于是起身离去 签纵男追上去 想让依瑞回去 陪他们多玩会儿 依瑞怒签纵男 自己十分厌恶他们这些人 签纵男拉住想要走的他 表示没想法还蹭吃蹭喝 依瑞掏出钱 甩到签纵男胸狗 转身离去 没成想 半路被他怒摔一巴掌 依瑞一个过肩摔 又补上两脚 赶忙跑走 施路和秀娥在酒吧喝酒 秀娥说起 从小施路喜欢自己的事 施路表示 现在的自己也依然喜欢他 秀娥认为 他一直没有明确表白过 莫非把自己当备胎 施路的想法则是 等到自己成为有钱人在表白 要让秀娥当无业游民 秀娥望着施路 说自己会为他加油 签纵男追的依瑞 来到南侧 却看到正在方便的施路 紧接着签纵男追到依瑞 开始动手动脚 一旁施路 若无其事地看着二人 依瑞喊住要离开的施路 施路回头 看着他肿起的脸颊 问他 自己插手这事 是否算多管闲事 依瑞想起过去的画面 请求他帮忙 施路拉走依瑞 甩走前签纵男 对方回击 反备施路 一拳走翻 旁边的依瑞 满眼小爱心地 看着英雄施路 走完 喊上门口的秀娥 三人夺路狂奔 依瑞看向身旁的施路 好像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停下脚步后 秀娥埋怨施路是傻瓜 为了救依瑞跑来跑去 施路愣住 问起秀娥 为何认识依瑞 秀娥想起 在田野看到依瑞的情景 没想到三人一起来到咖啡店 气氛有些尴尬 依瑞问起二人关系 秀娥表示只是朋友 但施路喜欢自己 故意扭头问施路 已经十年了吧 尴尬的施路连忙去拿咖啡 秀娥威胁依瑞 施路不是他的菜 况且因为依瑞 田野才田野 依瑞想起刚才秀娥 对施路说的话 智商很在线地分析出 是秀娥举报自己 是未成年人 听到这些 秀娥并未否认 施路回来明显感觉气氛不对 没想到秀娥直接谈牌 说自己是举报人 反问施路 这样的自己 他还会喜欢吗 圣母路表示 会的 秀娥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理由 自己只是有点失望 听施路这么说 秀娥起身离开 另一边 依瑞说起 圣母路被十年的朋友背叛 都不会生气的吗 圣母路很通情达理 毕竟大家为了工作 为了生活 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田业内 刀疤请贤丽 一起挣桑拿 让他帮忙刷背 贤丽 一脸嫌弃的拒绝 刀疤一副 我懂的眼神 表示 尺寸不是一切 贤丽拿起抹布 抽了上去 依瑞吐槽 田业各种问题 并给出了 合理的解决方案 施路摸摸他的头 夸赞 他好棒棒的 害羞的依瑞 抿了口酒 说 这酒好甜啊 施路说起 父亲的话 因为今天 让他印象深刻 接着 一蕊问起 店名为何叫田业 施路回答 因为自己人生 有一点苦 只是希望 以后可以过得 甜蜜点 说完 起身离去 却因喝醉 栽倒在地 望着倒地的施路 一蕊按下决心 要让他的人生 变得甜蜜蜜 抬起施路的头 吻了上去 第二天 一蕊问起母亲 如果自己和别人相爱 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母亲坚决不许 她因为爱 而毁掉人生 一蕊表示 母亲真的好自私呀 傍晚 她来到桥上 准备投掷硬币 来决定是遵从 自己的内心呢 或是成为妈妈 所希望的那类人 没想到硬币 直接掉进水中 一蕊心有决定 狂奔到田野 望着刚好出来的 施路 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告诉施路 自己要在小酒馆工作 并且会帮他实现愿望 看着眼前的施路 一蕊暗自发誓 一定会让他 成为了不起的男人 而不是泛泛俱备 一蕊想在施路手下工作 他被拒绝 原来庚秀先踏一步 来应聘 一蕊纳闷 庚秀为何前来应聘 庚秀妄想失落 陷入回忆 十一年前 因为是私生子 哥哥黄毛 有事没事 拿他撒迁 父亲舍而不见 母亲只关注买买买 无人关心他 长大后 他向父亲申请 来首尔念高中 父亲告诉他 弱肉强食 身为数次 应该寄生于强者生存 庚秀不愿意 只想远离这个家 父亲只觉得 儿子没出息 从家里出来后 庚秀辛苦地生活着 直到在警察局 接触失落 让他感觉 遇到了一个 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他来到 小酒馆做兼职 火机门采购食物回来 到八看到 易瑞和庚秀 七分不已 得知庚秀 要在小酒馆打工 很是惊讶 易瑞自高奋勇 要当经理 失落表示 这么小的店 自己一人管理即可 易瑞要来一份下酒菜 从刀拔上菜的姿势 无法突出特色的凌乱菜单 灯光效果 菜品卖相 味道不佳 指出酒馆不足之处 离开前 让失落好好考虑 自己可以成为他的猪葛亮 虽然易瑞挺优秀 但增加聘用人数 稍有负担 失落也不想解雇其他人 换上易瑞 再问起易瑞 来酒馆上班的原因 易瑞又回答 对方是失落的话 感觉可以赌上全部人生 失落挠到头 觉得有点意思 留下了他 另一边 会长听说常务 又收购了一些股份 大感事情不妙 在易瑞的指导下 众人重新装修店面 让贤力订好菜品 装饰店内细节 得知失落工作一夜 易瑞劝他回去休息 担心他过劳晕倒 会长要黄毛去相亲 儿子却想自由恋爱 再结婚 会长指责他 除了是自己儿子外 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至少得有个某某公司 女婿的称号 黄毛听着教导 默认接受 儿子离开后 秘书向会长透露 黄毛貌似喜欢秀娥 跟秀上班 陆于易瑞 好奇他为何不上大学 而是选择在酒馆打工 易瑞反问他相同问题 想起他哥跟失落店的恩怨 而跟秀压根儿不知情 到了店内 易瑞让大家一起喊口号 助长士气 从今天起 黎太苑由我们来掌控 田野 欢听 酒店重新开张 易瑞在社交网上帮忙宣传 大家纷纷捧场 从灯光到菜单 再到食物都大有特色 秀娥在门口看着排队的人群 营业结束后清算 单日营业额达到了320万韩元 因为表明 社交网站宣传只是暂时的 想要留住顾客 要及时做好客户回访 把新客户转化为老客户 另一边 魏长到自家店试菜 赞不绝口 吃完饭与秀娥散步 说起黄毛喜欢他 但看出儿子只是单相思 接着说起站队问题 让他不要支持常务 要站在自己这边 秀娥当即表明立场 会长让他以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忠心 提到适度的酒馆 再次开业人气爆棚 秀娥认为只是开业前期的假象 魏长却认为他这么说 只是在维护诗路 诗路和依瑞遇到秀娥 诗路与其打招呼 秀娥随意敷衍几句 让诗路不要再联系自己 又一个营业日结束 销售额有些许降低 诗路为大家做了饭食 豆腐汤 依瑞好奇 既然诗路善于烹饪 为啥还要请没经验的贤力做厨师 诗路回答 俩日之前在工厂认识 贤力给自己做的便当很好吃 下班后 跟秀建议一起去酒吧嗨 没想到 刀疤从未去过酒吧 满脑子想的都是跳贴身舞 勾搭漂亮的女孩子 依瑞教她如何在酒吧用跳舞 搭讪美女 听得热血沸腾的刀疤 想赶快进入实战 来到酒吧后 刀疤叙事待发 走上舞池 锁定目标 慢慢靠近 学着依瑞教的样子扭来扭去 女生回头认出刀疤 问她干啥子呀 女生慢慢走进刀疤 大家认出竟然是贤力 真的是好性感好漂亮 原来贤力想做变性手术 正在努力攒钱中 听长女从SNS得知 依瑞在田野打工 晚上在小酒馆内 客人们投缩 菜里有头发 汤太淡 依瑞找到后厨 狠狠训斥贤力 没能力就别干了 稍后依瑞向侍瑞反映 贤力是变性人 顾客们知道会怎么想 况且哪有厨师做饭 还没老板做的好吃的 让侍瑞为酒馆着想 开除贤力 但侍瑞并未这么做 而是给了贤力双倍的工资 如果她还想在店里工作 就要对得起工资 尽两倍的努力 然后宣布自己是钱客饭 依瑞 根秀 刀疤 是导致店面暂停营业的人 只有贤力没给大家造成损失 在场的所有员工 都是自己的人 依瑞在路上 遇到找她麻烦的听长女 想报退学之仇 两人对话中 听长女承认 是她举报酒馆 导致停业 还嘲笑是路是冤大头 聘用嗨自己酒馆停业的依瑞 依瑞最终爆发 一巴掌上去 还不好意思的说 自己也这么扇过她妈妈呢 接着又眼急手快的掌握 另个女生 听长女不服 想反击 行动敏捷的依瑞 拽住她的头发 连续打十二巴掌 此处可知 与别人打架时 行动要迅速 不能留长发 停手后 依瑞想起秀娥承认 举报酒馆样子 满脸不爽 原来那天秀娥拨通112后 只说自己拨错了号码 离开时 撞到听长女 看到她拍下 依瑞喝酒的照片 向112举报 贤力 开始发愤图强 每道菜 依瑞都会亲自品尝 给出反馈 不断进步 最终做出 让依瑞认可的菜品 之后不忘加一句 你黑头发的样子 更漂亮 哦你 秀娥和闷酒 纠结在 施路和会长之间 如何选择 摇摇晃晃回家 不停烦恼这事 怒吼烦死了 施路出现 拉住她 问怎么回事 职员们先离场 一锐留下 盯着点人 秀娥问起 酒馆生意火爆原因 施路则回答 招了个好经理 秀娥说 虽然做了对不起 施路的事 但并不觉得愧疚 毕竟自己 才是最宝贵的存在 有前科的施路 不要一副 什么都懂的样子 让人倒胃口 施路则让了她 别活得那么累 竭尽全力 过好自己的旧行 说完 想送秀娥回家 秀娥想吻失路 失路必言 做好准备 一锐上前阻止 捂住秀娥的嘴 告诉她 根据刑法 未经对方同意 就接吻 属于性骚扰 秀娥小时候 被母亲送到孤儿院 高中时期 同学A知道她是孤儿后 照顾有家 给她面包和牛奶 秀娥笑着感谢 趁体育课 把A的物品扔进马桶 老师请问秀娥 这么做的原因 毕竟体育课时 只有她不在室外 秀娥却指责老师 不相信是孤儿的自己 放学走在路上 秀娥下定决心 无父无母 没人爱自己 没有关系 我自己疼爱自己就行 所以最终背叛失路 投靠会长 可失路对秀娥已得抱怨 让她心里反而不舒服 回归现实 依瑞上言无嘴杀 让俩人接吻 化为泡影 秀娥立马就行 依瑞催失路 赶快去参加 开业后第一次聚会 拿着手机 主动为秀娥叫车 秀娥一看 这么明显赶自己走 借口肚子饿 也要参加聚会 两个女人看着失路 让她决策 最终秀娥一同来到餐厅 氛围有些尴尬 秀娥见根秀面熟 根秀称自己是当初 因为成年被赶出餐厅的人 聚会上作为一名推荐博主 依瑞说 田野只够三颗星 五颗星给各方面 完美的长家餐厅 失路告诉众人 自己的目标是田野连锁化 凭一己之力不可能递 但是还有在座的众人呀 大家正学沸腾 准备撸起袖子 干 这样的男人真的毫有魅力的说 在洗手间 秀娥想起 会长让她以实际行动 证明衷心 依瑞追来 承认自己喜欢失路 同时 自己有反社会人格 喜欢的东西得不到 就要毁掉 秀娥根本不在乎 谁让失路喜欢的是自己呢 那就没办法了 依瑞下战书 要毁掉秀娥 秀娥让她放马过来吧 小可爱 黄毛去相亲 女方看她不自在 以为对自己不满意 黄毛解释 你们公司那么厉害 怎么会不满意 没想到相亲对象 点了鸡肉料理 黄毛再次相接 小时候 父亲要她杀鸡的场景 浑身不自在 秀娥向会长汇报工作 看到桌子上的全家福 得知根秀是二儿子 秀娥以为 她在失路酒馆做卧底 但会长根本不知此事 会长接着打探 田野火爆的原因 是因为有眼力架 判断能力强的依瑞加入 而且失落也是不达目的 是不怕修行老板 对员工很有包容心 黄毛觉得 他们简直小题大做 就是个小店 根本不用在乎 但会长认为 目标坚定的人才最可怕 秀娥把失路 想开连锁店的目标 告诉会长 黄毛嘲笑 失路疯了 会长让秀娥继续关注 失路的动态 常勿收到 暗插在会长身边 间谍秘书的消息 嘴里念叨着 失路甜业 依瑞妈从同事处得知 女儿在酒馆打工 去大学确认后知道 女儿没有去学校登记 母亲很生气 依瑞的决定 就因为想在 喜欢的人身边工作 让女儿拿着行李走人 母亲婚姻失败 想让女儿聪明 有前途 不想她重蹈覆辙 依瑞表示 字节与母亲不一样 爱情和成功都会得到 说完感谢母亲养育之恩 拉着箱子离开家 在天桥巧月跑步的失落 知道依瑞被母亲赶出家门 因为依瑞没能活成 母亲期望的样子 进好大学 好公司 找个好男人结婚 完全被闹而驰 嘴笨的失落 不知如何安慰 只说自己需要依瑞 甜业需要这样的人才 依瑞反被制约 要跟失落一起 把甜业做大 贤力听从依瑞的建议 把头发染成黑色 大家都觉得更适合她 甜业生意火爆 需要招聘人手 快结束时 来了一位美女面试者 对着失落喊 我不办 刀疤一脸诸葛向 依瑞看这情形 接过话查 让她回去等通知 美女走后 依瑞表示此人被淘汰 刀疤觉得 为啥要淘汰养眼的美女 让依瑞再考虑考虑 突然进来一位黑人 想应聘兼职 在依瑞的建议下 黑人小哥住去 毕竟酒馆里 只有依瑞一人会说英语 搬新家的依瑞 接到PD电话 得到去综艺节目的机会 急忙打电话 告诉失落好消息 跟秀在依瑞打电话时 看到依瑞画的失落小像 失落在街上讲电话 正好被走在后面的秀娥听到 失落把好消息告诉秀娥 秀娥惊讶 那可是只有连锁餐饮 才能参加的节目 失落点头承认 依瑞不在酒馆 没少下功夫 秀娥思考后 告诉失落 自己会继续 以长家人的身份 生活下去 让失落停止喜欢自己 顺便帮失落整理衣领 黄毛看到这场景 不爽不爽 回头跟父亲用餐 询问父亲要如何处理失落 要不自己请得动手 但父亲认为 十年间才开了一间小店的失落 不足以构成威胁 接着提起儿子喜欢秀娥的是 许诺如果黄毛 能让秀娥当自己儿媳妇 就绝口不提相亲之事 黄毛一听 感谢得来不易的机会 失落去电视台 参加节目 遇到黄毛 俩人需要在节目中进行PK 黄毛吐槽 跟个小破店一起拍节目 简直掉价 俩人在电梯间相遇 黄毛挑戏失落 还说秀娥夹在她和公司之间 非常头疼 黄毛给秀娥打电话 说自己在电视台 好好教育了失落 还让秀娥不要再喜欢失落 秀娥挂断电话 依瑞得到通知 节目泡汤 失落一人喝酒 想起了秀娥承认举报酒馆 还要以长家人活下去 心情烦躁 约依瑞一同散播 碰到下班的秀娥 秀娥刚准备说起电视台的事 失落打断 让她早点回家 然后静止从她身边走过 依瑞察觉到失落不对劲 告诉她停止营业 不是秀娥投诉的 因为依瑞不懈用手段 同秀娥竞争 失落急忙去追秀娥 看着她的背影 依瑞下定决心 一定要完全得到失落 失落一路狂奔 见到秀娥后 握住她的手 道歉 因为自己让秀娥的长家很为难 秀娥上车后 失落让她放手去坐 不要那么辛苦 自己会亲手了结长家 公车开走 失落追车大喊 我会让你以后都不用再工作 接着 失落给好朋友操盘手 号阵打电话 要把所有的钱全部投资长家 包括基金和股票啥的 第二天 会长接到南秘书 递交的股东名单 发现失落投了19亿韩元到长家 原来 8年前 失落用父亲的保险金 趁长家股价暴跌时 买入股票 早上又追加6亿的投资 会长气得大小 亲自拜访小酒馆 少年 你现在成功引起了会长的注意 失落鞠躬行礼 欢迎顾客光临 一行人坐下 依瑞为其点餐 一个拿手的汤和炒菜 再来一瓶烧酒 失落一停 定下菜品 绿豆芽炒五花肉和嫩豆腐汤 并让大家一切招就 不要被挑出错误 根秀上菜 会长让他辞职 这不是他该干的事 根秀没有回应 鞠躬请大家慢用 猜上齐后 会长问失落 为何八年前投资 快破产的长家 失落回复 虽然当时品牌受到影响 但长家的价值 并未发生变化 会长继续问起 今早为何 又新投资6亿 失落发现 会长开始在意自己 就如同八年前一样 用餐完毕的会长 让失落适可而止 失落明确表态 不可能的 固执傲气 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虽然慢点 但我会慢慢前进 黄毛想教训 冒犯父亲的失落 反被失落呵斥着 败下阵来 会长决定 是时候给失落点教训了 依瑞劝失落 不要在意会长的话 失落表示 他要复仇 但不一定需要正面交锋 有时候可以突袭后脑勺 失落约昊正见面 曾经他去探监 问失落那天 为何打黄毛救自己 失落表示 看对方不爽而已 让他不用放心上 接着昊正问起 失落以后的打算 还说自己迎任黄毛三年 考上韩国大学的金融管理 如今他要向黄毛复仇 失落想出狱 开个小酒馆 将来会成为餐饮业 顶尖品牌 毁掉厂家 昊正觉得这一切很难 需要个优秀的操盘手 在背后帮他 二人结成同盟 之后 失落将父亲的赔偿金 交给昊正打理 几年间 在股市赚得盆满钵满 在此之前 失落会面常务 他是厂家的第二大股东 失落想跟常务联手 帮其执掌常家 毕竟自己拥有 常家1%的股份 常务思索过后 给失落出了考题 让会长去小酒馆吃顿饭 如果失落成为 让会长在意的人 才值得同盟 经过这次考验 失落跟常务同乘一条船 会长接下棋 探常务口风 自己死后 不放心公司和儿子黄毛 常务不动声色 建议聘用职业经理人 比起亲属经营 常家的繁荣才是第一位 常务准备离开 老头子开始打感情牌 自己相信的只有他 以后也要多多拜托他了 李氏离开后 会长看着失落 与李氏握手的照片 心里有点难受 依瑞看着失落 想起他八年前就开始报仇计划 自己全然不知他一人的战斗 心里烦躁 昊正约失落见面 依瑞也想参与其中 但被拒绝 根绣想起原来依瑞说的话 问起常家和失落的关系 依瑞不耐烦地说 不知道 昊正告诉失落 算上他们手里全部的股票数 依然跟会长相差百分之十二 而且常家人特别倚重会长 既然如此 失落就要亲手摧毁 股东们对会长的期望 会长斥责黄毛 花钱阻止失落上节目 简直缺心眼 这种做法相当于变相成人 常家比田野差 真是恨铁不成钢 黄毛在走廊遇见弟弟 知道是父亲 找弟弟回来 刨根问底 根绣戳穿 哥哥的不安 黄毛上去就是一拳 根绣讽刺 这种行为 只是凸显他的焦虑 进到办公室 父亲让儿子去留学 顺便见见母亲 根绣问起 父亲跟失落之间的渊源 并觉得有错的一定是长家 父亲不以为然 自己可没错 弱肉强时 赢的一方是好人 自己一直是赢家 还让根绣辞职 会长可见不得儿子 做服务员去讨好别人 根绣当然不会同意 提醒父亲 失落比他想象的 要坚强得多 秀儿开车 路过当初 失落追来的公交站 打电话给失落 恰巧看到他过马路 二人在公园散步 秀儿问些 失落如何攒他那么多钱 失落绝口不提 只是不想秀儿牵扯其中 秀儿依然会纠结 要站对哪边 失落让他不要被影响 做自己就行 店里突然来了外国客人 不懂英语的失落 让黑人小哥出门 万万没想到 他不会说英语 只会说法语 大家想着 依瑞知道 可能会开除他呢 根绣在江边问依瑞 是不是喜欢失落 依瑞承认 同时他也知道 根绣喜欢自己 还坦诚相待 自己接近根绣 只是因为他是富二代 毕竟有力的人脉关系 最重要 虽然喜欢失落 但也不是很深 人的感情 本来就会根据情况而改变 根绣也是有机会的 如果他拿下长假的话 依瑞笑笑 只是开玩笑了 失落让黑人学英语 正好依瑞和根绣 从外面回来 失落决定去找无形精 依瑞追着要一起去 自己很聪明的能提供帮助 还能分担失落的压力 失落败下阵来 带着依瑞一同前往 在车上 失落说起跟长家之间的恩恩怨怨 依瑞侧耳倾听 到了无形警家 女儿会员奔向失落 行警进屋 会员问起失落 爸爸那么讨厌你 你还切而不舍地出现 失落依瑞坐下一起吃饭 随后俩男人私聊 无形警下跪向失落请罪 让他不要再出现 并会努力补偿 但失落让他揭开真相 至少在女儿那里 要做堂堂正正的父亲 一转眼 依瑞睡着 失落为他盖上衣服 醒来的依瑞猜到他此行目的 行警自首 黄毛入狱 支持会长的股东会减少 依瑞转身躺在失落腿上 看到失落胳膊上的伤痕 心疼落泪 对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暗自下定决心 谁惹失落就解决谁 失落拍拍难过了依瑞 回去的大巴上 失落担心依瑞睡得不舒服 让他靠着自己的肩膀 第二天 依瑞在路上偶跃想到田业 借冰块的秀娃 来到店里才知道 房东把门面卖了 但新房东要找房租 合约掉期后 失落等人都要离开 秀娃给他们出主意 这种情况可以双方协商 实在不行 可以申请保护运营 失落给新房东打电话 没想到新房东就是会长 会长约失落见面 两人的调量正式开始 依瑞为失落打抱不平 为了整垮失落 会长直接买下整个楼 还指责秀娃恬不知耻地来借冰块 甚至长家二儿子还在店里工作 失落命令他住嘴 依瑞把冰块倒掉 顺便踩两脚 秀娃回到店里 黄毛约他去听音乐剧 秀娃说自己讨厌黄毛 不是因为失落 而是因为失落霸 对自己如亲生父亲般的存在 失落如约而至 会长告诉失落 自己有的是资产 陪他耗下去 让他辞掉根枪 自认为儿子在失落手下工作 他会有自尊心上的快感 更重要的是 根秀称赞失落强大 那正好 通过这次教育儿子 让他看看谁是强者 真是变态的想法 不止如此 以后失落在哪里开店 会长就把整栋建筑买下 记仇的会长还记得 第一次在学校 失落没有下规道歉 现在只要他磕头认错 以后都不会干涉失落的生意 失落果断拒绝 他们已经成为彼此的敌人 退学那天 父亲说自己是他的骄傲 今后字节会变得更强大 请会长拭目以待 结束两人孽缘的方法 只有一个 会长承认错误 接受惩罚 下轨道见 失落在公司 遇到秀娥 告诉他自己要搬走 让秀娥不用工作的诺言 要向后推了 理事件一号真 让失落放弃事业 那样发展太慢 不如转而投向自己这边 还担心失落气馁 号真表示 没必要 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两次 上班时 根秀碰到依瑞 依瑞不想搭理常家人 根秀再次追问 常家到底对失落做了啥 秀娥问起 会长为啥要买下建筑物 这不是会长的做事风格 一直秉承常家繁荣的理念 但这次的投资 有些情绪化 会长一听更气了 敢做秀娥 会长想着俩人对话 竟然把这种矛头小子 视为敌人 简直丢脸 失落在大家出去嗨 依瑞和根秀闷闷不乐 道巴建议去第二轮夜店 并起身给没去过夜店的失落 做示范 如何勾搭美女 一 微笑 二 展示自己 三 紧贴 路上 失落关心丑眉苦脸的根秀 把他拉走私聊 根秀坦白 自己啥都知道了 失落问起 他来填业工作的原因 根秀回答 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看透人心的失落 却感觉 那时的他 想找个靠山 自己和小酒馆 可以充当这样的角色 根秀 为自己家人的所作所为 向失落道歉 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大家进酒吧时 黑人被拦住 因为酒吧不接待非洲人 黑人强调自己是韩国人 一瑞认为 从负责来看 的确不像韩国人 小黑生气 一瑞不为其说话 失落寻斥一瑞 这两天让自己很不满意 第二天 失落在酒吧门口写上 种族歧视 丢国家的脸的标语 之后去找昊震 昊震建议他投资公司 自己开店 收益率低 风险大 但失落执意要继续开店 并约了李氏见面 根秀告诉一瑞 他准备辞职回家 让父亲不要再招惹失落 一瑞听后握住他的手 表达感谢 根秀嘴里说着 换女人 失落与李氏见面 商量小抽猪 在长家投资的十亿元 继续开店铺 李氏对他的坚持表示不解 也许失落只想守住 父亲的梦想 开个小店 秀来还啤酒 一瑞向他甩脸色 失落来到店里 根秀说要辞职 如果是因为爸爸和哥哥 失落希望他能留下 一瑞怕根秀心软 插嘴说道 根秀回家后的诸多好处 所有事都能被解决 失落听着一瑞说的话 生气的拽下他的名牌 说一瑞没资格当经理 一瑞回应 就因为所谓的人情 顾虑太多 如何做到业界第一 追赶长家 简直吃心妄想 做生意本来就该以利益为主 失落再次对一瑞发火 如果做生意是如此 那就放弃做生意 如果自己一味追求利益 就会变得跟会长一样 最让失落生气的是 跟自己一伙的一瑞 竟然支持根秀辞职 可一瑞做这些 也是为了绝管好 失落不满意 为自己好的一瑞 竟然要炒掉一家人 失落告诉他 自己要买下这栋楼 大家觉得这简直不可能 秀额回答一瑞 失落会说到做到 告诉一瑞 失落想用跟会长相反的 处事方式去证明自己 其实那条路很坎坷 如果一瑞喜欢他 要做的不是改变失落 而是理解和帮助 顺便说去 自己无法理解失落 才站在对立面 在长假工作的 回电的路上 一瑞想起失落保护支援的场面 看到酒吧外的涂鸦子 虽然失落奇奇怪怪 但让人忍不住喜欢 一瑞小跑回酒馆 向根秀撒娇道歉 根秀说他本身就无情自私 但自己还是喜欢他 这次一瑞明确表示 他喜欢失落 一瑞将酒吧骑士 非洲人的消息发在网上 引起关注 大家夸奖一瑞帅气 小黑来到酒馆 告诉众人 他爹来韩国找奶奶 只要找到爸爸 就能拿到韩国国籍 一瑞决定帮他找爸爸 失落亲自为一瑞带上名牌 一瑞也会试着 俊理解失落的处事方式 大家又一次和好 会长得知失落 买下另个店面 持员们装饰新店 一位老奶奶路过 吐槽失落没眼光 这个店面谁买谁亏 还给他一张贷款名片 失落向李氏道歉 收回投资 耽误他的计划 还告诉李氏 复仇结束后 只想要自由 没人欺负自己和身边人 也能更加坚定自我 不被动摇 李氏还挺欣赏他的想法 然而 会长一直琢磨失落的话 看来老头子为了男主 没少费心 在公园内 秀儿问失落 想要自己当 无业游民的目标 是不是需要一瑞才能达成 失落回答 他不敢想象 没有一瑞的甜业 会变成啥样 与此同时 一瑞出现在会长办公室 甜业再开业 一瑞为新店宣传 之后会长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瑞举手提问 问起会长的精英理念 还有会长是否认为 小餐馆能赢长家 会长作出回答 做生意肯定是为了利益 至于赢长家吗 自己在闭眼前 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结束后 会长亲自面见一瑞 小丫头一副计谋得逞的样子 会长请一瑞吃饭 准备挖墙角 一瑞拒绝 毕竟会长这么做 不是看中自己的才能 只是为了打垮世禄而已 而他的目标 是让甜业日益壮大 黄毛想起父亲跟一瑞见面 心情莫名不好 再想到秀娥说的话 一不小心分神 追尾前方车辆 黄毛一副狠转的样子 车主很生气 有钱了不起吗 浩振问起酒馆生意 提醒世禄 明年开始酒馆就要缴纳税金了 浩振出主意 创立公司 世禄在公司群里 征求众人公司名称的问题 大家热火朝天讨论者 刀疤提议 黎泰院class 世禄喜欢这个名称 因为第一反应是自由 各种文化的交流 不受束缚 吴行景带女儿给甜业送物料 趁此机会 两个男人去一边聊天 会员看见门口的流浪猫 跟着追了出去 吴行景回头 一瞟 女儿不见 众人急忙开始寻找 找不到路的会员 向路过的常物借手机 打电话给父亲 吴行景来接女儿时 发现有人偷拍常物 追过去夺下相机 常物觉得吴行景好厉害 会员说 爸爸原来是刑警 现在依然单身哦 偷拍者逃跑 吴行景抢过相机 发现里面全是常物的照片 失路猜测是会长 吴行景看也没啥事 带着女儿回家 至于想讲的话 只能等下次了 秀娥将知道的田野信息 向会长报告 看到易瑞的直播中 跟秀表演转久屏 简直生气 此时手下回报 偷拍者行动暴露 秀娥很有眼力 嫁的要先行告退 会长让她留下 还让手下无论如何 要把易瑞挖来 手下继续回报 田野食材 遵来自无行景的食品公司 听到这些 会长打起食品公司的主意 出了办公室 秀娥诧异 鼎鼎有名的长家 居然为了搞垮田野 大费周章 手下提醒她 作为职员 只要听命行事就行 正好黄毛走来 手下给她建议 挖易瑞回来 以赢得父亲的信任 田野生意惨淡 光头难来光过 告诉世路 在箱子里做生意 靠的是回头客 正好贷款奶奶路过 劝世路赶快卖了店铺 这一带生意都不好 到处黑漆漆 早脱手 减少亏本 第二天一早 世路看着帮助周边店铺 远处的易瑞和秀娥 为了男人又争起来 世路告诉易瑞 在没有人事商圈里 田野再好 也不会有人光过 只有救火整条街 田野生意才会逐渐好转 易瑞挺生气 世路是梦想家 理想主义 跟现实的自己 果然不太当 跟秀看着易瑞离开 告诉世路 一般员工 听从老板命令就算了 但易瑞是经理 也算是小股东 世路做什么事之前 理应只会易瑞一生 晚上 世路与秀娥喝酒 秀娥困惑 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世路回答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取决于秀娥 主动权掌握在秀娥手中 秀娥说自己喜欢有钱人 世路不甘示弱 我可是大楼楼主呢 次日一早 易瑞关心 昨晚呆在一起的 世路和秀娥 有没有发生点啥 还警告世路 不要跟秀娥交往 否则自己就辞职 这么明显的暗示 低情商男主 还是不懂易瑞的心意 代官奶奶收房租 看到原来 死气沉沉的店面 有了人气 老板到处真想 世路帮整条街的小店 进行改造 是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 代官奶奶觉得 此人有趣 很像自己的旧箱石 会长约见吴刑警 想与他合作 条件是 只给长家供货 会长为了打倒世路 也是费尽心急 黄毛去离太院 挖一瑞 想顺路载秀娥一起 秀娥再次表达 讨厌黄毛 黄毛说出 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 想让他 赌上自己的副驾驶 虽然知道秀娥 讨厌自己的原因 但那一切都是事故 然而秀娥在意的是 事情发生后 黄毛没有其实坦白 而是找到替罪羊 除此之外 秀娥还承认自己喜欢失落 让黄毛不要再纠缠自己 对于会长的邀请 吴刑警选择拒绝 会长让他看清现实 不要被私人情感蒙蔽双眼 吴刑警则认为 自己在做长远投资 十年之后 长家跟田野 又会何去何从 会长又用女儿威胁吴刑警 临走时 吴刑警回复 孩子都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 这样一看 也就明白 黄毛为何成长为现在的模样 同时他也告诉会长 他就是当年包庇黄毛肇事讨厌的警察 亏心事做一次足矣 自己要做让孩子引以为傲的爸爸 依瑞与根秀回到田野 黄毛约依瑞出去聊聊 根秀担心哥哥伤害依瑞 警告他不要刺激自己 否则有可能会跟他竞争继承人的位置 黄毛一听大声宣布 我就是来挖墙角的 大家都很着急 事路淡定地说 依瑞有权决定未来人生路的去向 众人分析依瑞是否会辞职 根秀发觉事路有些许不安 问事路 依瑞对他来说是怎样的存在 职员或是女人 依瑞告诉黄毛 丁丁有名的长家开出的条件不过如此 还调侃黄毛没有实权做不了主 黄毛一听直接嫁嫁 一看黄毛那么傻那么好忽悠 依瑞跟黄毛一起说事路坏话 黄毛来劲了 简直是战友啊 还有眼泪嫁 依瑞拿出手机想存在黄毛电话 趁着黄毛在信头上 问起俩人之间的恩怨 依瑞一直有道黄毛说出真相 奉承他凌驾于法律之上 犯罪也能脱身 黄毛再次来劲 表示法律是专制穷人的 还亲口说出自己开车装了失落吧 随便找人当替罪羊的事实 依瑞想着一路辛苦生活的失落 看着一脸无所谓的黄毛顿时变脸 拿出手机播放录音 嘲笑黄毛愚蠢 自己很爱失落 可失落满脑子都是垃圾一样的长家人 自己有点嫉妒呢 要赶快清理掉才行 说着将咖啡泼向起身的黄毛 并说着要毁灭他们 说完把腿就跑 黄毛追上后将依瑞打倒在地 依瑞大声呼救路人为官 黄毛认为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来个甜女散花 正说着在韩国钱是万能的 赶到的失落上去就是一拳 看到失落 依瑞开心的告诉他 自己都录音了 发布到网上的话 过于舆论压力 警察也会重新调查失落罢死亡事件 失落看着依瑞肿起的脸 找黄毛算账 渐渐的黄毛又刺激失落揍他 依瑞上前阻止 不一会儿警察来了 把黄毛带走 失落看到依瑞被打 心疼的抱抱他摸摸头 第二天黄毛打人被报道出来 依瑞也将他承认罪行的录音 放到SNS上 会长狠抽黄毛 让你去挖个墙角 你还打人加认罪 气得不想看到这种弱智 出了办公室 黄毛冲墙壁撒气 常务过来 看看他红肿的脸 安慰他 公司会帮他全权解决地 说完走进会长办公室 让会长抛弃黄毛 不然十年前的事被公之于众 会对公司造成恶劣影响 并让会长在公司和儿子之间 做出选择 田野内 昊正打来电话 约世禄见面 世禄带着依瑞一同复约 常务看到依瑞后说 他很优秀 长家股价因他上传视频而大跌 易瑞和世禄一唱一和 现在的股东们一定对会长诸多不满 正是让会长卸任的好时机 并让常务不要正面反对会长 如果失败 反倒会惹火烧身 就像有录音文件 也不能作为证据 另案侦查 首先就是要无刑警出面自首 世禄和常务来到无刑警家 看他徘徊在路边 原来无刑警跟女儿坦白 对世禄做了错事 想自首 女儿害怕地跑了出去 又一次 常务先找到会员 随后其他人赶来 虽然爸爸做错事 应该得到惩罚 但女儿不想跟爸爸分开 常务安慰会员 无刑警内心也一定很挣扎 也不想跟女儿分开 谁都会有失误 但不是谁都有勇气 承认错误 会员应该试着理解父亲的内心 最终 黄毛被警方调查 第一步一定达成 接下来是重要的第二步 确认会长的动向 是选择儿子呢 还是保护公司呢 如果会长选择保护公司 此次行动就要终止 抛震不解 就算如此选择 常务的股份 加上反对的股东 也胜券在握 依瑞认为 会长选择公司 舍弃儿子 这种牺牲精神 能充分抓住股东们动摇的心 会长可以趁机 稳定住局面 事录根据对会长的了解 认为他会把儿子赶出去 建议大家再收集证据 把黄毛送进监狱 至于会长是选择儿子 还是选择公司 大家持相反意见 常务发话 既然没有统一想法 就按兵不动 先关网 常家内 律师告诉会长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黄毛有罪 黄毛松了一口气 会长责怪他 让公司股价大跌 散会后 绣额被留下 建议会长抛弃黄毛 就算能证明无罪 但录音文件已被公布 有人发起不买长家运动 如果此时 常务再打其他心思 简直内忧外患 会长请秀娥坐下 讲解自己的家庭 会长是家中长子 弟弟们不是饿死 就是在街上吃腐烂食物而亡 为了不让家人挨饿 才创立常家 有这样的情怀 怎么可能抛弃自己的儿子 常务得到现任通知 把会长的决定 分别告诉世录和昊正 众人开始逼计划 黄毛看到父亲的罢免通知 冲到会议室找常务算账 常务告诉他 会长唯一的错误 就是保护黄毛 给公司抹黑 黄毛出了会议室 秀娥给他当头一棒 自己曾经建议会长抛弃黄毛 毕竟血浓于水 会长并未答应 根秀看到新闻 虽然是父亲伤害世录在先 但看到父亲的处境 还是有些心疼 根秀回到店里 世录把事件挑明 自己的目标是扳倒会长 为了实现梦想 不可能照顾根秀的情绪 看他眼色形势 俩人的关系变得复杂 根秀借故出去吹风 想着失落刚才的话 还有依瑞让他抢夺长家的话 决定回归长家 邻居检察院黄毛来见父亲 担心下午股东大会 会长会被罢免 父亲表示长家是自己的一切 谁都不能赶走自己 说完抱抱儿子 为了把他培养成接班人 从小到大都对他异常苛刻 黄毛感动落泪 在股东大会之前 会长决定弃居宝帅 召开新闻发布会 亲自承认 儿子十年前肇事逃逸 一副虔诚悔 完全不知情的模样 在场的秀额非常惊讶 而看着直播发布会的 常务几人大感不妙 黄毛看到新闻 不愿去检察院 中途下车 迅速逃离 最后会长向股东 和受害者下规道歉 如此能屈能伸 我真的佩服 黄毛跑在新闻发布会门口 与父亲隔记者相望 会长坐车离开 黄毛在记者面前 承认错误 世禄他们的计划失败 会长解雇提案被否决 事后会长告诉常务 他的所作所为 自己全看在眼里 什么摊子啊 跟世禄合伙啊 愿赌服输的常务 被派到分公司 常务请世禄和浩正喝酒 大家都觉得 对不起被流放的常务 常务看到世禄 戴着他爹的手表 想起经济危机时 全世界受到影响 常家的辣椒酱炒猪肉 带领企业突出重围 世禄也在会长字卷中 看到相关描述 会长创造出此菜品 带领常家走向繁荣 常务告诉他 企业嘛 必然需要营销 比起普通员工开发新菜 会长的创业 更会为企业添光彩 辣椒酱炒猪肉 是世禄爸开发的菜品 会长把功劳 记在自己名下 作为交换 给了世禄爸一块手表 常务鼓励世禄继续复仇 法庭上黄毛被判处 七年有期徒刑 审判结束后 世禄看着手表 会长告诉他 为了常家 自己啥都能放弃 虽然会有点心痛 世禄放言 下个受到惩罚的是会长 俩人正式宣战 接着 世禄来到父亲坟前 将黄毛绳之以法的消息 告诉父亲 想起父亲过去的提问 酒的味道咋样 世禄回答 很好喝 上次错过的综艺节目 再次邀请世禄 这么好的机会 大家一致赞同 应该参加 心不在焉的根秀 提出辞职 依瑞追问原因 根秀回答 就是因为他 世禄也问起辞职缘由 根秀坦白 自己是数字 所以从小到大 没有贪念 来到田野工作后 有了思想上的转变 接着又想起依瑞的话 想拥有我的话 就试着把常家抢过来 秀额带着会长的吩咐 去探监黄毛 让他签订股份转让合同 将名下的所有股份 转到会长名下 根秀回到常家 想学习经营 哥哥已经进监狱 父亲不可能 把呕心立血 经营起来的常家 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 田野内 大家想念根秀 做完变性手术的先例 来跟大家打招呼 依瑞苦恼 怎么能比自己还好看 刀疤还偷偷多看了几眼 会长调秀额 回总牧司上班 还让他负责 综艺节目的拍摄工作 之后 传根秀进门 将他放在秀额手下磨练 贷款奶奶到处收费 小黑觉得他冷血无情 只顾自己的钱 却看不到人家孩子都没饭吃 奶奶回复 明明是孩子父亲有问题 有钱买酒 却没钱给孩子买饭 晚上开工时 小黑在后处帮忙 做错事 将咖喱粉放入蛤蜊汤内 刀疤一尝 咦 这味道也挺不错 阴差阳错 在美食节目上 田野凭借咖喱蛤蜊汤 战胜长假 开心的刀疤 使劲爆竹闲力 与此同时 中名投资公司的杜社长 看到田野在节目上的表现 想投资田野开连锁店 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田野获胜 会长十分不高兴 根秀则认为 第二也不错呀 社长亲自教育 搞不清状况的孩子 长家是餐饮界的顶峰 第二名是自降身价的成活 对容易满足的根秀 会长有些失望 这么切入到他 无法引领长家 为了维持顶峰 连长子都能抛弃 更何况他这个数字 根秀出来后 雪娥告诫他 这里跟田野不一样 垂直关系明确 不要觉得是会长儿子 就能直接顶撞上级 然而石鹿这边 觉得现在时机正好 可以开连锁店铺 没想到 依瑞提前准备好资料 关于装修 菜谱 职员手册 但石鹿为了保险期间 比起一次性开很多店铺 用心经营每个店铺 才最安全 依瑞不解 这样一家一家开 何时能追上长家呀 双方再次持不同意见 石鹿与浩镇见面 想他帮忙调查下 杜代表的底线 随后 浩镇把小黑 能够在韩国 继续待三年的签证 交给石鹿 杜代表打电话给依瑞 催促投资相关事业 依瑞与石鹿正在内部讨论为由 尽量给田野争取多的时间 却不知道石鹿人去了哪里 石鹿这边 在大街小巷 张帖寻人启事 带宽奶奶来田野吃饭 正好撞见 发广告的石鹿回店里 奶奶看到广告纸 好像知道点什么 匆忙拿了一张离开 而警察叔叔来到店里 禁止张帖销广告 石鹿被罚十万韩元 依瑞问石鹿开店的事咋办 投资方一再催错 石鹿做啥决定 他都会支持 但这次 石鹿表示 听去依瑞的意见 相信他的决策 说着搂过依瑞肩膀摸摸头 让依瑞预约时间 跟投资公司开会 到了见面指着 石鹿问杰杜社长 对田野感兴趣的原因 原来都社长打听了石鹿与长家的恩怨 被打压的石鹿还能一步步走到今天 值得自己投资 石鹿提出要五十亿韩元的投资 认为心目中的田野值这个价 五十亿投资金额的消息一经发出 大批投资人要求加入 浩正觉得石鹿做得很对 让有名的投资者投出五十亿 其他投资者一看 也会被吸引而来 最终投资金额高达一百亿 会长得知石鹿的近况 心里极不痛快 职员们搬进新的写字楼 开发菜品 供投资者品尝 大家一起干杯 为未来努力 晚上贷款奶奶堵住 不管孩子的男人的去路 抢过她的塑料袋 发现她想自杀 急忙阻止 打这个不争气的父亲 男人一反抗 奶奶不小心被推下坡 正好石鹿几人碰见 将奶奶送进医院 小黑感同身受 告诉男子 对孩子来说 有爸爸比吃饭重要 贷款奶奶拿出钱 让他回去带儿子吃顿烤肉 石鹿想帮奶奶联系家人 奶奶说起往事 一直听话的儿子 跟一个非洲女人好上了 却遭到自己反对 后来出车祸去世 而贷款奶奶正是小黑的亲奶奶 出人走后 小黑在医院陪伴奶奶 告诉她 父亲从未恨过她 还感谢奶奶的养育之恩 美食比赛第二场即将开始 秀儿凭关系知道 这次的主题是汤料理 不能放调料 秀儿提议做清国汤 比再开始厨师们热火朝天的忙碌者 贤力准备的料理是嫩豆腐汤 秀儿问根秀意见 清国汤和嫩豆腐汤哪个会赢 根秀认为长家会输 果不其然 贤力再次获得第一 后期视力 面对心情大好的厨师 根秀把父亲的话原封不动转述给她 让她有危机感 事后根秀向秀儿道歉 秀儿称赞她做了对 是该让大义的厨师紧张起来 世洛和依瑞看到谈话的俩人 要请他们一起吃饭 秀儿挽着世洛直接往前走 依瑞追上拆餐亲密的俩人 聚餐上大家出口玩闲利 玩且真心话大冒险 就凭转到依瑞 根秀问她 是否记得当初说的话 依瑞刚回答记得 话就被根秀打断 下一次九评对准世洛 大家问且世洛的初吻是啥时候 可惜呢 世洛还没有亲过别人 依瑞在一旁偷笑 刀疤和贤力嘲笑她 竟然还有初吻 刀疤继续追问世洛和秀娥的关系 世洛当场承认喜欢秀娥 依瑞不太自在 根秀看着依瑞 既然都如此尴尬了 根秀继续助攻 问世洛有没有把依瑞当女人看待 世洛答复依瑞是妹妹兼合作伙伴 依瑞难过的流下眼泪 逃离现场 闲力让世洛去安慰 根秀反对 如果此时追出去 只是给对方希望 最后世洛还是追了出门 既然根秀戳穿 依瑞当场表白喜欢世洛 世洛说起 他答应根秀夺回长家就在一起 依瑞表示 那只是想帮世洛 才对根秀说了那样的话 世洛觉得这样做事不对 依瑞让他不要再提起他人 只要给个答复 世洛说起 俩人相差十岁 现在这样的相处挺不错 依瑞打断 就要一个明确的回复 自己行不行 世洛回答 不要喜欢我 依瑞伤心的离开 在学业里不停哭泣 依瑞独自在田野喝酒 贤力过来安慰 被拒绝的他 不知道接下来该咋办 综艺节目中 长家两次排名第二 会长相当不满 对根秀下命令 下一轮总决赛 如果不能拿到冠军 他就没有权利继承长家 根秀提出要求 要拿到节目权限 一介职员的他 无法法好失灵 会长同意 把权利交给根秀 秀娥一旁辅佐 出了办公室 根秀再次 为自作主张的行为 向秀娥道歉 觉得没啥的秀娥 只是感慨 父子间的对话 就像上下节 而且现在的根秀 与田野时期的他 很不一样 依瑞请假出去散心 没有依瑞的田野 众人十分忙碌 黄毛给父亲打电话 当初被关进监狱 想体谅爸爸的处境 但还是想问原因 会长答复 一切为了长假 根秀觉得很奇怪 田野有了一百亿的投资 发展迅速 知道这些的父亲 却异常淡定 而在田野内 大家准备股东见面会 没想到杜社长 突然消失 撤资 其他投资人 也跟着撤了资 准备度假的依瑞 收到消息 淡定的会长 接见杜社长 根秀明白了其中原委 会长想他有多风光 就有多狼狈 知道自己 是个有脾气的老头 不好惹 会长正得业 根秀道 父亲是很厉害 可是呢 如果施路很容易被击垮 你也不会如此上心 取消行政的依瑞 给投资人打电话 却未被接通 他想着 施路想一家一家 开店的愿望 十分后悔自己的坚持 秀娥来到田野办公室 送祝贺盆栽 看到投资人 找上门闹事 施路转头 看到盆栽上写着 安分知足 署名是会长 施路大吼 我做错了什么 跑的是总投资人 食物味道 你们亲自品尝过 节目上的表现 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田野还一如既往 一切日成照旧 说完 绕过秀娥离开 紧追不舍的秀娥 恳求她 不要再跟会长作对 只会一直受伤 但会长 让她把盆栽送来 那种心情 五味杂陈 总是 要听从命令 做伤害事录的事 秀娥请她放弃报仇 忘记过去 到自己身边来 两个人一起变幸福 还没回答的 失落 接到易瑞道歉电话 告诉她 所有后果 自己承担 易瑞赌上了全部人生 在田野 自己值得她相信 看着眼前 委屈巴巴的秀娥 失落 更加坚定决心 不会被这点事击倒 当父亲被工作了 20年的公司解雇 之后 出车祸的案件 被掩盖 是复仇的意念 让傀儡一般的她 获得重生 只有报仇成功 她才能幸福 不会停下 也不会放弃 面对眼前 哭成累人的秀娥 失落 只能道歉 带宽奶奶看到新闻 温其孙子 这时候 还有空来医院照顾 小黑回答 失落说没事的 只要他这么说 就一定没事 没空自愿自己的失落 和浩正讨论 有意想的投资人 易瑞回到田野 想跟失落并肩作战 没想到 瞅见贷宽奶奶的名字 发现 她是房地产巨头 现已退休 偶尔会扶持 年薪的创业团体 与此同时 贷宽奶奶找到会长 聊起往事 那时 会长还在天桥前 辛苦做外卖 现在的失落 跟那时的她很像 与她交涉 不要再折磨孩子 会长表示 失落把自己儿子 送进监狱 更重要的是 会长已不是当初 没钱的穷小子 奶奶却认为 做错事赎罪 是理所应当 如果会长执意如此 自己也要介入他俩之间 会长不以为然 一开始 只想改掉失落毛病 现在嘛 一心想让她下跪道线 这已经成为 会长活着的理由 秀娥想提交此成 根秀看见 她觉得 父亲的做法很了不起 能随便控制投资者 然而 失落跟会长是一路人 不会被私人的感情所操纵 只会奔向目标 小酒馆停业一周 闲力准备料理大赛 而失落与一瑞 去寻找新的投资者 在天台上 一瑞告诉失落 自己依然疯狂喜欢他 如果他觉得不爽 可以随时解雇自己 失落当然不会这么做了 因为他无法想象 没有一瑞的田园业会怎样 第二天 一瑞把失落召回店里 长沃带贷款奶奶来到店内 原来长家的初始资金是奶奶投资的 相当于长家的恩师 贷款奶奶很好奇 失落对他有恩 也知道他很有钱 咋就没有开口说起投资的事 失落只是不想用小黑的事作为交易 拒绝开口说投资的事 奶奶有些生气 职员们那么辛苦的拼命 身为代表还在红纳点自尊心 说完走人 长沃也赞同奶奶的说法 失落的愿望之一 是身边人不再被欺负 但是完成愿望是要付出代价的 没有白来的自由 根秀在天台回想自己的分析 料理节目除了拼厨艺 还有所谓的综艺效果 与男厨师相比 漂亮的贤力会更容易成为镜头焦点 亮丽的外形能成为宣传噱头 但是自己手里握着一张好牌 接着看着手机屏幕上自己的脸 失落在公司门口等秀娥 故意视而不见的秀娥被失落堵住 秀娥觉得失落甩了自己 而憨憨的失落莫名其妙 二人一起吃饭 失落问起刚才的话啥意思 秀娥回答 她上次自己说的呀 报仇比跟自己在一起幸福 但是报完仇后 她却会幸福了吗 回到店里的失落 看到睡着了刀疤和闲力 想起贷款奶奶的话 刀疤听到声音起来 因为要准备决赛 还要去买菜 两人就在酒馆逼一会儿 看到员工如此辛苦 失落联系小黑 想见贷款奶奶 没想到她在几周到别墅度假 而依瑞已经追到那里 通过电话 失落恳求奶奶投资 绝对不让她亏损的那种投资 依瑞坐到奶奶身边 撒娇 奶奶告诉失落 投资并不是看在小黑的面上 而是她带火整条街的行为 但做生意的不可能盲目投资 如果料理比赛 田野夺得冠军 就出资 依瑞开心的不得了 失落向她表示感谢 依瑞跟她道晚安 外加一句 我爱你 听到这句话 失落有点不知所措的摸摸头 比赛即将开始 贤力轻松上阵 失落告诉她 贷款奶奶拨款的要求 就是得到料理节目冠军 贤力顿时慌了神 在录节目之前说 可把她紧张坏了 这时候网上突然爆出贤力是变性人的消息 听到大家议论上的贤力跑出演播厅 秀娥质问根秀 所谓的好牌就是曝光贤力的隐私吗 根秀承认 既然贤力人气高 当然要从这方面打压才行 为了赢要不择手段 友情游戏已不再需要 这就是长家人的做事方式 失落找到贤力不断给她安慰 贤力哭出声来 录像棚内 根秀以为贤力逃跑 胜券在握 但失落告诉她 让田野放弃简直是痴心妄想 问起导演 自己可以临时上场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 转向根秀 告诉她 这不是逃跑 因为贤力没有做错任何事 小黑担心火速赶到现场 刀疤让她不要着急 贤力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 果真 调整好状态的贤力出现在录像棚 在此之前 一瑞为她读了手 我是钻石的石 就位后 贤力通过话筒 告诉在场众人 自己是变性人 今天一定要夺冠 来报答让她变得坚强的人们 贤力不负众望 获得第一名 冲下场爆竹失落 下飞机的一轮也关注着比赛结果 长家输掉比赛 生气的会长问责根秀 将比赛规则改成盲选 有损长家名声 却肯定了她泄露贤力身份的行为 根秀离开办公室后 会长问秀儿 根秀是否能做自己的接班人 秀儿指挥道 根秀跟会长很像 来到楼下的根秀 看到一瑞 想着两人骑摩托车的回忆 去酒吧的回忆 别人怎么议论她都没关系 只要有一瑞在身边就行 正正的寒暄几句 一瑞走过来 上去就成一耳光 问起曝光贤力身份的事 根秀回应 一切都是为了赢 一瑞劝根秀好好做自己 还是冤大头的模样更适合她 还告诉根秀 接受长家便拥有自己的话 只是随便说说 根秀有些激动 就因为一瑞这些话 她抛下一切重回长家 如今已无法停下步伐 因为太过喜欢一瑞 而一瑞当场拒绝了她的心意 回田地的路上 看见等在桥上的世路 一瑞送上头 借世路摸摸 世路不好意思的走掉 第二天 到了跟贷款奶奶签约的日子 新闻出来后 一瑞妈也不禁感叹 世路是个厉害的老板 也理解了女儿的行为 露出微笑 根秀郁郁寡欢 秀儿走近她 猜测根秀现在一定很后悔 劝道按照世路的性格 一定会说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无所谓 说完准备下班 根秀却狠下决心 一定要打倒世路 绝不回头 秀儿惶恐地看着她 在田野内 大家喝得鸣鼎大醉 刀巴学着世路的样子 说要把田野打造成连锁品牌 说着寒醒快睡着的世路 让她发表感言 世路让大家举杯 欢迎去一堂 表示之所以能胜利 就是因为有他们 此时此刻 世路又想起父亲 自己是他以以为二的儿子 长家放马过来吧 会打倒他们 贤力奔向安闻 依瑞抢先一波 告诉他 一定会胜利了 接着俩人相识一笑 饭后世路喝多 在田野过夜 而依瑞坐在一旁守候 摸着他的半寸 此日 会长告诉根秀 因为他们的失误 世路得到一百亿投资 接着俩儿子一起参加会议 并当场宣布 根秀是自己的继承人 镜头一转 给老大再次入狱 与黄毛成为室友 而一旁的报纸上写着 根秀成为继承人 田野内 大家恭喜世路事业 更上一层楼 世路回忆起过去的艰辛 跑远洋 做苦工 从身无分文 到存款一亿韩元 再到如今的成就 世路的野心越来越大 想让自己的品牌 遍及全世界 又把一百亿 变成一千亿 打倒长家 成为第一 依瑞一如既往支持世路 时间一晃 四年后 到了2020年 依瑞短发 已成长发 世路从社长 容身为代表 搬到大的鞋子楼 当初 一起创业的众人 也升了职位 公司的理念 变为人与信任 这段时间 亦瑞成了世路 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事业上出谋划策 平常则为他 准备资料 整理行程表 根秀也从美国分公司 回到韩国 成为常务 秀额来机场接他 原来的江常务 时不时跟无情紧见面 一起看会员照片 女儿看到这末 为爸爸开心 从国外进修回来的根秀 退掉往日的志气 撑起整场会议 沉着应对他人质疑 秀额对钱刮目相看 最后会长通过他的提案 临走时 父亲提醒儿子 世路的地位 已不可撼动 随时会反扑长家 让根秀做好准备 依瑞在世路办公室 看着Tiffani家一款项链 让世路找个时间买来送他 世路觉得喜欢自己是依瑞的自由 但是他嘛 现在还没这个想法 依瑞继续撒娇 表达自己疯狂喜欢世路 还说他如果觉得困扰 可以开除自己 可是怎么办呢 依瑞在公司以战 举足轻重的地位 还让世路接受自己的心意 贤力进办公室 依瑞离开时 说了一句 我爱你 世路拿出笔签字 贤力夸赞 他的笔好看 世路回答是 依瑞去年送了生日礼物 贤力反问 那去年依瑞生日 你送了对方啥 世路顿时明白 依瑞为何要礼物 此时另一边 昊正在马路上 偶遇出遇的黄毛 别过脸 没想到黄毛根本没认出他 昊正喊住黄毛 转过身的对方 也不知道眼前的他是谁 会长身体美框余下 根秀来到家里 邀请父亲一起参加明天的聚餐 手下说起 会长身体状况不佳 根秀却不顾父亲病情 满心希望父亲一同前往 这样更能拿下生意 会长同意 起身后晕倒在地 经过医生检查 会长得了一线癌 已扩散到零八 医生估计只有半年的寿命 黄毛去医院看望父亲 入狱这几年 父亲从未去探监 黄毛有些许怨言 还未说完 根秀进入病房 黄毛知道父亲还能活半年 埋怨弟弟没定期让父亲做检查 根秀转达医生的话 治疗是没有意义的事 建议父亲在还能去公司的时候 指定下一任会长 不然容易引起股价下跌 黄毛九主弟弟伊林准备教训他 会长制止两人 根秀先行离开 父亲告诉黄毛 就是因为根秀与自己非常像 所以以后才能坐上会长的位置 还说并不后悔 对黄毛做的事 那是在守护长家 黄毛临走时告诉父亲 他已知道人生变成这样的原因 并保证会帮父亲保护好长家 世露在公司楼下看见秀娥 浩震打电话给正在李太苑散步的世露 世露去天浩震 秀娥遇见依瑞 俩人一起去了咖啡厅 秀娥炫耀再跟世露约会 依瑞戳穿他 被放了鸽子 秀娥继续说 世露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他喜欢有钱人 依瑞第一次感觉到秀娥的紧张 还指责秀娥一直以来没有付出 只是让他人完成自己的要求 而依瑞呢 是极力帮助世露完成愿望的人 浩震见到世露 告诉他黄毛出狱了 对方根本不认识自己 浩震一如既往惧怕他 还告诉世露 根秀会成为继承人 会长命不久矣 世露吃惊不已 在家休养的会长 想起曾经为妹妹吃饭时 说起想成为十层大楼屋主的梦想 那时韩国还没有十层高楼 弟弟觉得简直天方夜谈 如今的他早已完成儿时梦想 看着办公室内自己的成就 突然接到世露的电话 世露向他问好 还让他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不可以轻易走掉 因为他要亲自惩罚会长 会长万万没想到 唯一期盼自己活下去的人 竟是世露 会长答应 世露将作为他最后的愚性节目 世露来到公司 看到加班睡着的义瑞 为他披上衣服 义瑞感觉很幸福 第二天 几人开会讨论会长卸任的事 以会长让心腹从事重要职位为由 拉下他的狗腿梁理事 再提议由能力突出的依瑞担当外部理事 董事会一定能通过 会议结束后 依瑞希望能跟世露约会 但世露让他适可而止 会长来到公司 知道梁理事被爆桌涉嫌贪污 会长决定将其辞掉 想到世露那边肯定会趁机安插人进来 让根绣选择能力突出的人公平竞争 不要烙人画饼 儿子发觉父亲的气色好了许多 老头子心里有输得很 因为收到世露的挑衅 心里舒坦 世露和依瑞讨论会长那边的人选 秀娥打来电话 世露当着依瑞的面拒绝了秀娥的见面 依瑞有些吃醋 自己忙来忙去 某人却和别人打情骂俏 世露再次强调 让依瑞不要再做出喜欢他的表现 还说没把他当女人看 但说出口后又觉得有些愧疚 心里怪不是滋味 世露认为现在的自己有些莫名其妙 依瑞回答 他之所以混乱 是开始把自己当做女人看 世露啥也没说的走了 会长这边商量而对策 计划让梁理事把股份全部转给自己 田业内 好正揣摩 潇洒开除心腹的会长 到底打着啥算盘 还担心小小年轻的依瑞 能否通过董事会的决议 担当大任 世露却对他充满信心 依瑞忙碌的工作者 将常握为他引荐长家股东们 依瑞昼夜工作 出门应酬 最后累到流鼻血 小黑欠他休息休息 但依瑞执意不肯 依瑞想去说服股东投票给自己 陆玉领先一步的根秀 俩人寒暄几句 根秀约依瑞一起去离他院喝一杯 世露与秀娥在咖啡店内 话起家常 秀娥买了新房子 实现了小时候有车有房 不需要任何帮忙悠闲生活的心愿 但愿望实现后并没有很开心 反而内心有点空虚 接着说起世露 快要实现让自己成为无业游民的承诺 还问他成功后有什么打算 世露停顿了几秒 并未正面回答 看出世露的迟言 秀娥问他是否还喜欢自己 弄不清自己心意的世露继续沉默 一抬头 看见依瑞与根秀来到店里 依瑞见此场面转身离去 世露低头摸摸板寸 起身追赶 会让阿佐的秀娥拉住他 问他对依瑞的感情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松开手 毕竟依瑞还要打入长家内部 帮助他成就大业 接着强颜欢笑望着世露 追出了他 看见路边的根秀 根秀不爽 世露既不拒绝 也不接受依瑞的感情 也是 依瑞是公司的重要存在 如果世露的公司没了呢 会不会放开依瑞 秀娥出了咖啡厅 遇见黄毛 俩人难得坐下来吃个饭 黄毛表示他不会纠缠秀娥 再怎么没出现 也不想毁掉喜欢的人的人生 还说自己对他而言 可能一直都会是个可怕的家伙 说得秀娥云里雾里 依瑞回到家里 看见妈妈在客厅 看到女儿那么没精神 问起他根深路的事 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 应该是没戏了 不开心的依瑞躺下 假装睡着 没有回答 第二天 股东大会前 依瑞有些感冒发烧 强撑着去长家 在路上突然晕倒 被送往医院 长家内 会长看到跟世露一伙的僵长物 提醒他 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 利用完出于怨恨 而行动的家伙后 就该果断抛弃 而不是帮助其走向顶端 世露准时赶来 而刀疤和贤力 在医院陪着依瑞 股东大会上 依瑞担任外部理事的决议被否决 此前 跟秀什么大家都没留意过的那些 未行驶过股权的海外股东 与他们结盟 临走时 会长嘲讽世露 他无法等很久 要世露抓紧时间 放马过来 世露赶去医院看望依瑞 告诉他提议被否决 依瑞安否世露不用担心 自己还有plan B 说着准备出院 世露心疼依瑞 放话 他要是出院就立马被解雇 还让贤力和刀疤盯着他 准备去门店转转的刀疤 跟着世露出来 顺便看到他 股东大会的事 下次再努力就好 与依瑞的关系嘛 跟随自己的心 世露感觉两人年间相差太大 却猛的想起 依瑞说过 拿年龄差当借口 是卑鄙的行为 刀疤让他不要找借口 什么年龄差 什么老牛吃嫩草 十年的初恋伤不伤心 与他又何妨 世露嫌他话多 赶忙离开 在路上看到店里 依瑞喜欢的那条项链 然后返回医院 看到贤丽和依瑞 都在走廊聊天 依瑞满脑子 都是逃出医院帮世露 自己必须做个能干的人 对公司有利 这样他才有资格 去喜欢世露 哪怕随心所欲表达爱 也不会被世露开除 躲在角落的他 看着怀里的项链 第二天 跟修告诉秀娥 不久后会选择虾然会长 现任已时日不多 秀娥前去探望生命的会长 会长说起 秀娥是待在他身边 时间最长的人 因为世露霸的原因 他恨着会长 同时也惧怕着他 但此时此刻 怨恨的人快要升天 秀娥却气不成声 会长继续点拨他 明明自己下的指令 让有能力的他很难受 他却依然无法逃离 是因为他的奴性 已经逐渐适应了会长的处事方式 另一边 黄猫来到一栋 呼气骂恨的建筑物 准备开始自己的计划 田野内 世露与刀疤了解 活动策划 你最感谢的人是谁 刀疤第一反应是世露 而正在找资料的世露 脑海里想到的是 拿到黄毛录音的依瑞 你最抱歉的人是谁 世露想到的是 跟自己表白的依瑞 你最害怕的瞬间 世露脑海里的场景 是依瑞晕倒 人生中最棒的幸运是什么 是依瑞告诉世露 他要在田野工作 最后 你现在有爱恋人吗 世露看到资料上自己的画像 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 急忙去医院找依瑞 根秀得知 依瑞生病也去探望 遇到世露 病房里的依瑞 打开抽屉 看到笑脸相恋 立马戴上 医护人员进门 为他打点滴 俩大男人在室外聊天 世露问根秀 是不是依然钟情于依瑞 根秀承认 世露赞同依瑞是值得男人 赌上人生去爱的对象 根秀作为自己的弟弟 喜欢依瑞 他理应放弃 但这次决定做件龌龊的事 背叛兄弟情 根秀一听 有点着急 这样自己啥机会都没了 说完世露去找依瑞 看到病房一片混乱 依瑞已消失不见 同时他收到短信 让他独自一人 按照指定地点去找依瑞 根秀紧随其后 一路跟踪世露 世露到达绑匪的指定地点 根秀尾随而来 黄毛走下车 两个讨厌的人都到齐了 心急的根秀要找哥哥算账 这时旁边一辆车朝根秀开来 千军一发之间 世露把根秀推向一边 自己被车撞倒 滚落下山坡 根秀大火 世露哥 受伤的世露后悔着 曾经伤害依瑞的行为 说了句我爱你 然后闭上眼 根秀呼喊着世露哥 拿出手机 拨打119 黑老大叫人围住根秀 见此情景 根秀悄悄搏同刀疤电话 接通后大喊 依瑞被绑架 世露哥受了伤 还没说完 电话被踩碎 黄毛把依瑞和弟弟带走 看着被撞的世露 黑老大自言自语 让世露理解下 毕竟他是做生意的 看前办事 伤痕累累的世露 被送进医院 电视上播放着 他的交通事故逃逸案件 大家焦急的等在手术室门口 刀疤叫做无刑警 给他看依瑞被绑架的证据 要自己一人去调查 怕报警后 依瑞他们有生命危险 手下向会长报告 世露出车祸 被送往医院 而根秀早上没来上班 手机也联系不上 黄毛将世露意识全无的消息 告诉根秀与依瑞 根秀让哥哥放了依瑞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黄毛当初入狱 都是依瑞的杰作 地体插话 一切都是父亲的错 是父亲选择抛弃他 黄毛走后 依瑞开始找利器 划绳子 而门口的黑老大 找黄毛要违款 遭到拒绝 事情还没完成 哪有劫钱的道理 还顺便嘲笑他 跟世露是朋友 还开车撞人家 看来十年的友情 还不敌十亿元 想要钱就好好做事 不然就走人 世露出车祸的事 被大肆报道 手下让黑老大就此罢手 怕惹火烧身 门外突然传来刀疤的声音 手下拦住他 谎称老大不在 刀疤执意要进入 不停敲门 手下上去就是一脚 侵蚀不通往日的刀疤 打电话报警 接着又受到对方的攻击 大家认为 警察不会相信 一个钱磕饭的话 刀疤骄傲的拿出名片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的他 可是IC集团本部长 昏迷中的世露 见到久违的父亲 抱住想念的爸爸 接着父子俩小啄起来 儿子分享着生活 工作 以及认识的人 唯独想不起抑郁的名字 秀娥和贤丽 守在病房 刀疤打来电话 称在警局 让他们去接自己 贤力到警察局 看到刀疤脸上的伤痕 骂他傻瓜 被打还不知道还手 出了警局后 刀疤看见 坐在车中的黑老大 走过去质问对方 依瑞与根秀被关在哪里 那黑老大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刀疤回忆 过去跟老大后面是 从来不做 小混混做的龌龊事 如果依瑞与根秀出了任何差错 那么他会放弃现在的好日子 向黑老大报仇 接着把手里的资料交给秀娥 秀娥向会长汇报失落的状况 并告诉他 这次交通招事案 还有根秀 依瑞绑架事件 都是黄毛做的 但会长认为自己儿子 再怎么坏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秀娥回答 这么多年间 会长一步步把黄毛变成了 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然后拿出证据 监控拍下了黄毛的对证 此时此刻 会长第一想法 是做好一切准备去掩盖 收拾残局 不能影响到长家的招牌 听到会长这么说 秀娥拿出辞诚 他终于做出了自己想要的选择 接着给了会长一个硬盘 里边是这十年来 他收集到的 关于长家违法的证据 请会长不要再去掩盖事实 而是阻止事情恶化 之后起身离开 想起自己曾经答应过 是路霸的话 等以后有钱了 就两倍三倍报答他的恩惠 磨了一碗上绳子的依瑞 终于解开绳索 然后帮根绣松绑 根绣认为那么多人看着 肯定出不去 依瑞却觉得 他们不该做着任人宰割 根绣吐露心声 并不是真心的想回长家 依瑞教育他 喜欢就是喜欢 讨厌就是讨厌 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 活着就行 坚持是很难 所以大家总找各种理由 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轻松些 世路的意识里 父亲带他来到奈何桥边 想跟他一起去到 没有痛苦的地方 世路突然想到依瑞 他承认这么多年 努力生活真的很累 心里没一天是安稳的 想念父亲怨恨着会场 说着抱住父亲 拒绝过桥 因为他和依瑞有个约会 也很舍不得大家 父亲最后告诉他 只要能活着 其他都不算是 世路泪眼朦胧的看着父亲渐行渐远 恢复了意识 睁开眼后迅速做起 无脸痛哭 王毛给父亲打电话 承认自己绑架了弟弟和依瑞 父亲让他回来 会帮他收拾好烂摊子 王毛告诉爸爸 他的定理位置 还说阻止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像当年那样 父亲再次抛弃他一次 王毛挂了电话 发现屋内没人 急忙开门查看 被躲在门后的根绣 打了一棒子 两人趁机逃跑 醒来没多久 就能下床的世路 要去救依瑞 秀娥求他别去 世路坚决要去 必须秀娥承认 他喜欢依瑞 秀娥嘟囔 笨蛋 这是除了你之外 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啊 世路跟刀疤一起出发 收到黄毛发了信息 告诉他 会长知道他的位置 根绣与依瑞跑呀跑 陆玉来解决他们的黑老大 世路找会长问黄毛的位置 会长终于找到答案 自己的初衷是为了让家人吃饱 才创立长家 而如今一切都是因为世路 提出让世路下跪求他 世路回想 这是会长第三次要他下跪 前两次 年少的世路因为坚持自我 拒绝下跪 唯独这次 他有了想保护的对象 二话不说 跪在会长面前 达成目的的会长 讽刺世路的信念和志气都去哪了 为这样的事跪下 本来还把他作为余生的节目 就这么点能耐 最后按照约定 将儿子的地址告诉了他 世路起身 承认他一直以来追随着会长的步伐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但此时此刻 非常看不起会长用人质 威胁自己下跪 而他却追随了这样的人如此之久 简直后悔 说着转身去救伊瑞他们 伊瑞这边 坏人步步逼近 伊瑞拿起背后的铁锹 根绣也拿起铁棒 准备奋力反抗 伊瑞喊了一二三后 自己逃跑 留下根绣一人战斗 让他多撑一会儿 根绣整个人有点懵逼 却听话的为他争取时间 但没几下被黑老大放倒 正准备对根绣不利 黄毛上前阻止 后面的人穷追不舍 眼看要被坏人撞到 伊瑞转身跑向野地中 穿过菜地又回到公路上时 两边同时出现车辆 一组是黄毛 一组是世路 世路看到路边的伊瑞后 要刀疤不要减速 直接撞上对面的车 狭路相逢勇者胜 最后一刻 黑老大转动方向盘 两辆车没有正面撞击在一起 伊瑞见到世路后非常激动 世路在来之前已经报警 刀疤要世路带着伊瑞先走 自己留下善后 世路拉着伊瑞就跑 黄毛急忙开车去追 刀疤与黑老大交起手来 世路以伊瑞跑呀呀跑 却突然停下劈起情操 世路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伊瑞感到不可思议 俩人抱在一起 此时 煞风景的黄毛加速开来 眼看快撞到他们 世路捡起一块石头 不偏不倚 砸中挡风玻璃 逼停对方 这点不得不感叹 编剧牛逼 黄毛下车 世路要伊瑞先跑 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 刚清醒的世路 体力明显不及黄毛 但凭借心中的信念 站起身来将黄毛打倒 跑到路口的伊瑞看到警车 跟着警车来到世路处 紧紧抱住他 事情过后 秀娥举报长家 将自己收集的证据交给警察 会长被限制 长家被检查 醒来的世路 再次拥抱自己的爱人 之后 长家面临困境 加盟电商 要求解约和赔偿 而且理事们 在考虑出售公司 会长动气 现在公司价值 如同废纸一般 此时出售不是傻吗 根秀表示 有个公司 给了不错的价格 而浩正 终于敢跟黄毛 面对面说话 告诉对方 他的真实身份 还特意通知黄毛 自己在帮世路他们 推进并购长家的项目 大仇得报 似乎 江李氏要回首尔 吴行景带着女儿去送他 江李氏明确暗示 吴行景可以去首尔找他 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小货车 自残行婚 最后鼓起勇气 想亲自送李氏回首尔 李氏选择坐拥挤的小货车 会长开始第三下四求人 但事态炎良 没人愿意帮他 根秀建一父亲考虑 收购的是 弱肉强食 而他们已变成 可以任人宰割的对象 英锐妈教训失落 因他女儿遭遇绑架 事怒乖乖跪床上听着 拼命道歉 保证会好好 对依瑞负责 妈妈走后 事怒表白 我爱你 张会长走投无落 准备求助 带款奶奶 保证不会再招惹事怒 却被奶奶拒绝 并告诉他 事到如今 他要求的另有其人 没办法的会长 来到田野 事怒亲自出马 做了嫩豆腐汤 吃了几口后 会长向事怒下跪求情 不要收购长家 还为曾经做了对不起 事怒和他爹的事 道歉 目标完成的事怒 并没有觉得开心一点 选择拒绝会长的请求 并告诉他 如今的他是个生意人 不是软柿子 他的道歉没有任何价值 还是谈生意吧 看着会长泪水 口水一起流 这个演技 我服气 此处稍微心疼一下 事怒顺利收购厂家 看着手腕上 爸爸的表开始发言 根绣给事怒投完票后 递上了辞诚 为过去做错事 向事怒道歉 最终获得原谅 绣额打电话 祝贺事怒 并告诉他 自己之所以举报长家 是因为当初答应过事怒霸 要三倍回报他的恩惠 现在绣额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希望事怒作为朋友 为自己加油 挂了电话 看看身后事怒霸的坟墓 根绣要去美国 临走前 向贤力与刀疤道歉 两人象征性的揍他一下 表示原谅 之后 在楼下碰到依瑞 知道根绣要去美国 依瑞给了他个大大的拥抱 为利用了他的真心而道歉 然后 依瑞与贤力去最近超火的店考察 没想到秀娥是投资人 依瑞炫耀正在和事怒交往 秀娥很真心的祝福他们 最后 帅气的宝剑来应聘厨师 秀娥尝过他做料理后 当界决定录用 而刀疤用小黑的电影票 邀请贤力看电影 贤力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依瑞主动约 事怒去散步 事怒放下手中工作 陪伴自己的爱人 二人去了离探院 尴尬了牵了手后 依瑞告诉事怒 在听到他的遭遇后 就下令决心要给他幸福 拥抱他过去疼痛 不想事怒再孤单 再辛苦 事怒听得有点上头 想要获得幸福 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 现在有朋友们陪伴自己 接着吻上衣锐 现在的他很是幸福 最后一幕 跟朋友们在田野顶层聚餐 事怒看着手中的酒杯 想起父亲的问题 酒的味道怎么样 事怒用笑出褶子的脸 告诉你答案 本剧节说 好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 我们又完结了银部 下部继续见啦 拜拜